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将要介绍的是 积分技巧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叫做三角带换法 三角带换法的话是专门来对付这样的积分 有开平方根的 里面有平方 像这样的题目 我们要使用三角带换法 才会比较好做 那么怎么样使用三角带换法呢 我们必须要使用的是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那各位同学要回忆一下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来我们来看看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好 这是三角函数的横等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六角形 最重要的就是平方和关系 来我把它先抄下来 sine的平方 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tangent的平方 加上这边是1的平方 那我们就直接写1了 等于下面这个 second的平方 右边这个的话呢 还有一个1的平方 加cortangent的平方 等于cortangent的平方 这个比较少用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两个和等式来做题目好了 来我们回到题目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平方根给杀掉呢 来我们来想 这个 如果说的话呢 根号 1减掉sine的平方 各位同学看一下 如果我们来设的是1减sine平方 这个里面本身来说 1减sine平方就是cos的平方 各位同学可不可以得到灵感呢 这样子就可以消掉了 再过来看 如果说前面有4 那么我们就要令x是多少呢 是两倍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技巧 来各位同学的 我们要令的是什么 x是多少 两倍的sine theta 如果我们令x是2sine theta的话呢 根号里面的话呢 将会变成4减掉4的sine平方 于是就可以把它造成一个cos的平方 就把根号给杀掉 再来看这个 这个的话的技巧是什么 4加上x的平方 让我们来想想看 tangent平方加1等于second平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令x是多少比较合适呢 我们要令的是x是 这里是4 我们就令的是2 因为我们这样平方之后 才能够把这个4的话呢 提到外面去 然后让它变成1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要令它的技巧 是在令它为tangent theta 这个技巧在这边 再过来 第三个 如果是减的怎么办 减的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 我们一样也要利用这个算式 现在的话呢 是说second平方 减1是等于tangent平方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技巧是 要令x是多少呢 这里是4 那我们就要令为2 这边的话呢 是second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 根号给消掉 至于说比较细节的部分的话呢 等一下的话呢 我在例题之中再来做解释 那么注意的地方是说 这里是4 我们这个地方就要2 如果这里是9呢 那我们的话呢 就要用的是 x是3倍的 只要是这里是 任何的一个数字 我们就要把它开个平方根 这样子才能够把它抵消掉 那么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题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的话呢 积分的函数是一个 根号4减x的二次方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假设 可以把这个根号给消掉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是1减x的平方 等于cos平方 所以我们这边要令的是 我们的技巧是 令x是多少 我们换成了一个变数了 这个叫做θ 那么这个地方 dx当然也要跟着改变 于是我们就两边一起为分 那么dx是多少呢 dx是 两边一起为分 以后变成了2cos的θ dθ 这样的假设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原来的式子的话呢 把它完全的转变 转变成了另外一个题目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题目是 根号4减x的二次方 dx 好 等于多少呢 等于 根号 4减掉4sine 都是θ 然后这个地方dx就是 这边还有一个 2cos的θ dθ 我们这边的话呢 根号4减4sine平方θ 这个dx的话呢 把它带进来 2cosθdθ 好 现在的话呢 继续做下去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可以 根号就有办法的话呢 解决了 那我写详细一点的话呢 是这样做的 等于 积分 这个4跟这个4的话呢 可以放到外面去 所以变成了2 里面的话呢 只留下的是 1减sine平方θ 这边的话呢 仍然要照超 这边是2cosθ dθ 好 现在来看这个 我们仔细看一下哦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cos的平方 这个是cos平方的话呢 平方根平方根 抵消掉了 于是我们把这个题目的话呢 继续做下去 我们就转成了什么样的题目 这边有2 这边有2 那就是4 22得4 这边的话呢 是cosθ 这边是cosθ 这边就变成了cos的平方θ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题目 开根号的很困难 我们的话呢 把它转成了一个 没有根号了 但是它是一个三角函数的题目 那么这个三角函数的题目怎么做呢 其实它比较简单了 那我们就可以解决 我们的话呢 就继续的写下去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三角函数的题目 继续做 我们已经把一个根号的题目 转成了一个三角函数的题目了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平方 平方其实并不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要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一个叫做 三角函数的横等式里面的背角公式 背角公式 我们的变形就是一个叫做 平方画背角的技巧 平方画背角 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看到了平方的题目 我们要把它画成背角 为何如此呢 因为平方是比较难积分的 但是背角的话呢 可以用变数变换 直接就算出来 平方画背角 如果cos的话呢 它平方画背角的话呢 是二分之一加上cos的二 θ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把它画成了背角 就简单多了 来我们来看看 继续写下去 这个地方是积分 这边是四 保留着 好 看看这里 这是平方 画成背角 二分之一加上cos的二θ dθ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二跟四可以先消掉 我们把它放在外面好了 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比较简单一点 于是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做下去 这个地方二放在外面 一加上cos的二θ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的话呢 慢慢来 一加上cos二θ 好 再继续看下去啊 二的话呢 我们还是不要动 现在来看这个一的积分 那各位同学要注意哦 这里的变数是θ 所以这个地方的一 我们就要写成 积分就会变成了θ cos的二θ 那么我们的话呢 来回想一下 谁的维分是cos呢 当然是sine 可是这里有一个二θ 可是这里有一个二θ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要加上前面要补上一个 来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sine的 这里是二θ 积分当然也有二θ 可是的话呢 这个维分的话呢 会根据连锁率的话呢 它会多出一个二 所以我们前面要补上一个二分之一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就算是做完了 可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答案绝对不能这样写 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呢 因为刚才的题目是 根号四减掉x的二次方 dx 那么题目的话呢 没有跟我们讲什么是θ θ是完全是我们自己假设的 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要如何呢 最后一步要把它还原 来我们的话回忆一下刚才的题目 刚才题目的话呢 我们是怎么假设的 我们刚才是令的是什么 令x是2sinθ 那么这个里面有θ 有sin2θ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来转回去 x是2sinθ 那么二分之x就是sinθ了 没错吧 对不对 好 再过来的话呢 那θ是什么 我们有几件事情的话呢 需要注意的 来我们的话呢 先把它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都要用到 首先第一个θ是什么 是 rcos 反三角 这个我们把它转回去 这是第一个 好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的是 cos是多少 等一下会用到 cosθ是 sinθ是这样 那么cos的话呢 当然就是根号 1减掉sin的平方 那么就是四分之x的平方 就是1减掉这个的平方 那么我们要写答案咯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先把它这个地方 先框起来 这个地方是我们 要旁边注解的 好 注解 在这边 这个地方怎么样写答案呢 来我们来写了啊 这边的话呢 2的话呢 2θ 那就是乘下去 2θ rcos 2分之x 再加上 这个的话的2跟2 可以抵消掉了 sine2θ 怎么办 sine2θ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又要回忆一下 我们的以前的 叫做背角公式了 背角公式是 2sineθ cos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把它改造下去 这个答案的话呢 因为比较长 所以我们就继续写下去 等于 2 arxine2分之x 加上2 sineθ 这边的话呢 抄下去 2分之x sineθ 就是 2分之x cos 是 根号 1减掉 4分之x的二次方 那么这边 对消 然后这边再加一个 c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话呢 最终的答案 虽然它的答案很长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还是解决了它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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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